男人从未见过形状如此完美的萝卜 于是他果断掏出丝袜 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将它套在了萝卜上 不料这一幕却被男主的青梅竹马尤娜看见了 他大声斥责了男主的变态行为 但男主却很委屈 毕竟哪个男人不会想要给这样的萝卜穿上丝袜呀 尤娜快无语死了 自己的青梅竹马怎么是这种人 明明勇者大人和男主同龄 他却完成了拯救世界的丰功伟绩 这句话瞬间让男主酸了起来 勇者不过就是碰巧被圣剑选上而已 况且要不是他在封印地狱之门时操作不当 现在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恶魔 反正男主只在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别人怎么样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尤娜却是个例外 虽然尤娜讲话啰嗦又粗鲁 但谁让他有一双完美的大腿呢 就在男主心中无限遐想的时候 他的身体就已经帮尤娜穿好了丝袜 尤娜也是真无奈了 现在世界变得这么危险 男主还是这么不正经 说不定他们的村子也会遭到恶魔的袭击 肯定会被杂成刺猬 尤娜此时终于明白听男主说话就是在浪费生命 而男主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评价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尖叫 回头望去 一只恐怖的恶魔就站在了村口处 村民们连忙四散而逃 可不慎摔倒的尤娜却陷入到了恐惧之中 眼看着尤娜遇到了危险 男主心中非常着急 毕竟他的未来可不能没有尤娜 于是灵机一动的男主就在陷阱前摆了一块烤肉 他相信世上没有人能拒绝得了这肥美多汁的猪肉 就当束手无策的男主准备和恶魔硬拼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勇者的突然出现让村民们欣喜落狂 被英雄救美的尤娜更是满面春光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勇者竟然说出了尤娜的名字 甚至上次见面的时间都记得 直到现在男主才想起来 三年前尤娜就被勇者救过一次 他瞬间慌了 再这么下去他这个绿帽子是带病了 于是他果断选择出手 此时的男主肺都快气炸了 但他也就只能在旁边无能狂弄 就在这时 众人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却不想这只是勇者的肚子在叫 于是尤娜羞涩地邀请勇者来自己家吃饭 听到这句话的男主恨得牙齿痒痒 可此时勇者却被旁边传来的香味给吸引了 他想都没想就冲着烤肉走了过去 此时所有人都慌了 没了勇者的人类已经完蛋了 一个老头迅速提议带着男主去接受制裁 但男主可不想束手就擒 他不但被人入侵土地 甚至宝贵的食材差点被人吃掉 明明他才是那个受害者 可村民们根本就不听他狡辩 于是男主果断换了个思路 世上哪有人会相信勇者掉进陷阱死掉这种荒唐事 反而用这种理由交出犯人的村民才是那个最大嫌疑人 虽然很不想相信 但男主说的话的确有道理 事已至此就只剩一个办法了 趁着夜飞风高 男主领着村民就把勇者埋了起来 这下死不对症不就约等于无罪吗 可男主不知道的是 他的所作所为全被人看在了眼中 等第二天一早 男主轻神气爽地起了床 那种感觉就更换了一个人似的 然后他就在镜子中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以为自己正在做梦的男主来到了尤奈家 但没想到尤奈根本没认出男主 反倒是以为勇者七死回生了 男主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但当他看到尤奈迷离的眼神 瞬间就有了新的想法 很快他就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白丝 难道这就是勇者的力量吗 男主感觉自己离让全世界的美少女 都穿上丝袜的梦想不远了 而此时在尤奈的视角里 勇者正用专注的眼神看着她 但她总感觉好像有一种腹臭的味道 此时一个眼球突然落到了草坪上 这下男主再也装不下去了 他连忙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 他甚至把油内中二十七 为自己起的绰号说了出来 然后男主就被他胖揍了一顿 冷静下来的两人 开始研究男主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远方突然传来了一个笑声 等男主两人赶到现场 他们就看到陷阱上 有一个小萝莉在苦苦挣扎 萝莉名叫安丽 他正式将男主变成勇者的始作勇者 他本来想看看男主醒来的反应 却不想意外间掉入了陷阱 男主根本不想跟这个笨蛋萝莉多废话 他让安丽赶紧将他变回去 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男主必须要以勇者的身份拯救世界 原来安丽作为勇者的同伴曾跟他有过约定 万一有一天勇者死了 安丽负责让他承认的人物继承勇者的身体 而男主不仅杀掉了勇者 甚至差点送走了安丽 这不就是妥妥的勇者继承人吗 还不等男主拒绝 一旁的尤纳连行李都准备好了 他一直都渴望着冒险者的生活 这下机会不就来了吗 但男主却显然不打算接下这麻烦事 可下一秒他就后悔了 因为他原本的身体就在安丽的手中 只要这个东西被破坏 男主的意识也会瞬间消失 很快男主就被迫来到了城市中准备旅行的物资 可他此时甚至连心理准备都没做好 毕竟他不像是尤纳 心爱的勇者大人刚死就已经在享受旅行了 可谁让勇者说过他最喜欢的就是尤纳的笑容呢 男主瞬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不过他的出现却引得旁边女孩子们振振尖叫 随后来到魔剧店的尤纳看中了一个魔杖 虽然他根本不会使用魔法 但好歹也得有个样子 男主虽然嘴上不留情 但他还是决定将魔杖买下送给尤纳 此时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随后男主让两人去外面等一下他 然后他就用一千块钱将魔杖买下来 虽然不知道男主到底做了什么 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挣钱 毕竟安丽的魔法属于尽数 他根本就没有领到国王赐予的奖金 甚至他的存在也只有勇者的同伴才知道 至于目前的窘境 男主表示他有办法 男主没想到自己这张脸这么好使 但尤纳却觉得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他就带着安丽去冒险者工会找工作 而此时男主却被两个大姐姐搭了扇 可他们却闻到了男主身上的臭味 于是男主谎称自己这是太忙没洗澡的原因 虽然暂时糊弄了过去 但最近城中总是有人冒充勇者蹭吃蹭喝 所以他们决定带店里的保镖确认一下 毕竟他们在战场上遇到过 然后男主就看到了一个有黑的壮汉 不过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认出男主是冒牌货 可他却在此时提出了之前与勇者立下的约定 那就是下了战场与勇者交手 就算死了他也不会有遗憾 被逼上绝路的男主开始盘算起了自己的胜算 自己有着勇者的身体和圣剑 那么他就绝对不可能说 男主没想到自己冒牌货的身份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于是愤怒的人们直接将他送到了处刑架上 无论他怎么解释 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浑身散发恶臭的男人是勇者 男主对此也很无语 明明安利说过他的身体会通过魔力自我复原的 现在怎么还越来越腐烂了 死到临头的男主还想用圣剑解释一下 却不想这种圣剑已经烂大街了 为了避免冒牌货继续增加 男主直接被判处了死刑 但好在他的救星感到 来人正是勇者曾经的同伴凯尔 他直言男主就是真正的勇者 并且他手里还有证据 随后他将圣剑交给了男主 并让他想象自己手中是把巨大的剑 光头本想就此承认男主的身份 不想尤纳却在此事打断了他 他表示要在委托中打败最多的恶魔 这样男主的身份就确定无疑了 这句话瞬间激起了围观群众们的热情 于是只有男主受伤的世界就此完成了 可讨伐二十只恶魔他几条命都不够用了 眼看安利还在说风凉话 男主气得质问他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圣剑的强度会受到选中者的影响 并且维持僵尸的身体同样也需要魔力 而魔力的多少是由精神强度决定的 所以简单来说男主就是个精神废人 眼看他还想争辩 安利直接掏出了能测试魔力的魔精石 他的光芒代表着一个人魔力的强弱 而经过测试 男主的魔力等级为一 尤娜的魔力等级为二 都是属于儿童等级的 那现在的情况就很糟糕了 再这么下去男主迟早会变成宰骨了 所以凯尔提议不如他来当勇者 听到这句话男主和尤娜都很赞同 唯独安利却表示反对 毕竟一个是杀死勇者的男主 一个是没赢过勇者的凯尔 选择哪一个还用想吗 男人半夜三更不睡觉 只为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 悄悄地顺走一个女孩的项链 可正当他打算行动时 却不料被旁边的女孩吸引了注意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他一下子就愣住了 于是下一秒就给女孩套了一双过西袜 完成了这个撞举后他便打算离开 可也是这时他才猛然想起 原来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但刚想到这里 不料意外却发生了 听到有人男主立马藏了起来 原来此时竟有一个黄毛走了进来 牛逼 这简直就是卧龙遇上了凤雀 可很快男主就惊住了 原来黄毛的目的竟然也是项链 然而这就坏事了 要知道这里面可是封印了他的身体 就在男主想要阻止时 却不料意外又接踵而至 黄毛莫名其妙的就被弹开了 以为是陷阱的他把腿就跑 而这一幕也将睡觉的两女惊醒了 与尤奈的懵逼不同 安丽却发现自己在项链上的防御魔法被人触罚 犯人似乎是想要夺走他 而看样子对方还没有走远 可此言一出就被打断了 尤奈却觉得在此之前还有一事要做 与此同时另一面 男主则嗅到了深深的阴谋 原来他的灵魂被一名尸术师装进了勇者的身体 然后以他的原身体为妖险 被迫的只能开始拯救世界 而正是想要夺回主权 所以他今夜才展开了行动 昨天黄毛表示想要杀死他 然后代替他成为勇者 不过最后却表示只是个玩笑 但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假的 而刚想到这里 男主的房门也想了 一晃来到第二天 这天正是讨伐恶魔的日子 根据讨伐数量的多少 村民才能相信男主是真的勇者 可黄毛却有些好奇 为何他的脸被打成了这个熊样 男主很淡定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只因他昨晚为了艺术而现身了 但正巧有人想偷走安利的项链 所以背上黑锅的他被痛扁了一顿 黄毛不知道男主在搞什么飞机 倒是好奇当时他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任务 见男主毫不犹豫地达到了没有 黄毛也放下了戒心 表示这次任务结束后 他也会帮忙调查探论 男主自然知道黄毛是在试探 但也正因如此 他也知道了对方当时并没有发现他 可这样下去却不是办法 中下出手罢了 毕竟对方的最终目的是勇者的身体 而这也意味着只要他不落单 那么黄毛就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想到这里 下一秒男主就叫住了安利 他让安利不要离开自己的身边 就这样再尔虞我扎下 很快众人便来到了恶魔的潮雪 可没想到才刚到这里 一个红毛却忽然走了出来 表示接下来他要一个人行动 只因他想包开男主这个冒牌勇者的假面具 男主以为红毛是想装逼 按惯例这种情况第一个脱队的就是炮灰 可不料听黄毛的话才知道 原来红毛竟有着双腔的封号 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就嘎掉了上百只的恶魔 这也意味着被抢先可就完了 可话音刚落 只见下一秒红毛就拉垮了 原来竟有一只恶魔跑了出来 这打脸来得也太快了 可与男主的幸灾乐祸不同 黄毛却一眼就认出了这是终极的恶魔 比如黑色的大脑壳就是正面 而接着恶魔便消失了 仅是一瞬间的功夫 不曾想就有数人领了喝饭 见此众人毫不犹豫就选择了逃跑 其中也包括男主 但毕竟也是男主 下一秒他就被恶魔给逮住了 并且好巧不巧心脏还被戳中了 这也是恶魔没能想到的 显然这就是传说中的男主光环 他只喜欢吃活生生的人类 不过好在身后还有一顿大餐 话音刚落恶魔便再次消失了 而也是这时男主却提醒了三人 原来恶魔就在他们头顶 每次的瞬移其实是用天空上的魔法阵 制造了借力点 而知道这个原理就好说了 黄毛毕竟曾经是勇者的同伴 于是他当即就是展出了魔法 只见恶魔才刚飞到上空 下一秒就被一道光切成了碎片 等恶魔没有了生息后 接着黄毛便取出了他的心脏 并看也没看就送给了尤娜 而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所谓的心脏就是魔石 每个魔石上面都有特定的文字 只要在心里复述 就可以用出和恶魔一样的魔法 不过效果却因人而异 这么珍贵的礼物就这样送给了他 尤娜正要感谢黄毛 却不料身后的众人再次返回了 原来森林里还有更多的恶魔 见此男主果断就选择了逃跑 虽然跑的方向是恶魔的巢穴 但这次三人也选择了跟上 男主的想法很简单 显然是巢穴里的恶魔都跑到了森林里 而这也意味着巢穴里目前是最安全的 好家伙这里可真安全 原来还有恶魔在家里蹲点 但是以至此也只能先解决巢穴里的 面前的白骨让安利有了灵感 原来他不仅可以使用附身的士属 并且还可以操控死者进行战斗 不过相对的魔力的消耗也很激烈 接着战斗也一触即发 正当男主准备去摸鱼时 却不料一个毒液向他喷了拐 他的左手被腐蚀成了白骨 原来有一只恶魔绕到了背后 并还想对由娜发起攻击 但此时提醒却已经为时已晚 正当男主暗教不好时 却不料事实和他想的有点不一样 牛逼 这一幕让男主有些猝不及防 只因跟上去他就会落单 然后很可能被黄毛给逮拔 但仅犹豫了两秒半 男主就做出了决定 除非他不是一个男人 与此同时一个角落 尤娜正对现在的处境打抱不平 而就在这时一个猥琐男却出现了 在被尤娜暴打了一顿后 男主连忙改口自己是来帮忙的 原来他带有替换的衣服 不过缺点就是有点凉快 但有也总比没有好 也是这时恶魔的声音传了过来 见此男主毫不犹豫就掏出了大宝剑 当然更准确来说是个鞭子 原来只要心念一动 圣剑就会幻化成任何模样 但由于魔力不够 他一拿起来就会变软 鞭子则是他研究后 仍能保持作用的武器 而就在这时恶魔也现身了 于是男主果断就使用了圣剑 恶魔才刚想说这个东西软眠无力 却不料下一秒就忽然变硬了 原来圣剑他一碰就会变软 但相反只要他不用手碰就完胜 不得不说男主还真是个鬼才 正当他想让尤娜来补刀时 牛逼但也正因如此尤娜有了力量 只见下一秒男主就和好兄弟一起被打飞了 就在尤娜觉得恶魔也不过如此时 却不曾想黄毛出现了 他终于逮到男主落单了 于是两人瞬间就撕破了脸 黄毛也才知道男主早就发现了自己 于是趁着还有时间 他索性多告诉了男主一些秘性 原来黄毛之所以想成为勇者 一切都是因为嫉妒 无论才能还是容貌 地或者是地位 同初升起他就被世人誉为神子 可不料勇者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 他累死累活也拔不出的圣剑 勇者却一出现就拿了起来 自那以后他就有了决定 既然身体无法达到那种境界 那就让自己成为勇者 于是他曾多次利用安利 让其使用施术将自己附身到恶魔身上 然后在关键时刻被刺 虽然期间一直都没有成功过 但好在他总算等到了这一刻 说完黄毛便打算对男主下手 可也是这时尤娜却醒了过来 然而这还不是结束 只见又有一发毒液喷了过来 尤娜一看就惊住了 因为这一幕好生熟悉 接着往身后一看 原来是安利赶了过来 是他在操控这个恶魔 只因男主之前有吩咐过他 让其不要离开身边 但文言黄毛却笑了 他表示安利其实不是人类 因为师叔是一族的心脏是魔石 这也意味着他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黄毛打算离间三人的关系 但显然说的也是真实 不过男主却没有声响 现在的局势可是对他们有利 原来搞了半天三人只是个废物 黄毛可谓是乐开了花 于是下一秒情况便发生了逆转 就这样三人开始了逃跑 也是这时男主再次使用了圣剑 在利用幻化的墙壁蒙混过去后 这时男主才问起了安利师叔族的情况 安利没有隐瞒 原来黄毛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们一族都是被封印在地狱之门的人类 而也是三年前他们有幸逃了出去 所以才被世人发现了真面目 而关键时刻也只有勇者将他视为人类 不过毕竟男主现在才是勇者 如果不相信他的话也无妨 要杀要寡都无所谓 可此言一出就被打断了 尽管安利将他卷入了拯救世界这种措施 但显然要不了多久 他也可以成为像尤奈一样大腿肉肉的美少女 而现在杀了岂不是亏大了 牛逼 但总之事情就这样被化解了 接着男主也不准备坐以待毙 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来对付黄毛 就这样没过一回 黄毛路过了一扇窗户 而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男主就在上等 没想到三人竟会自投罗网 不过根据他多年的经验 黄毛却一眼就看出了这是陷阱 只见他连看也没有看 行于流水间便解决了藏在头顶的恶魔 与此同时安利也无力地跪倒在地 这让黄毛暗自窃喜 显然是他的魔力已经用完了 看到男主毫不犹豫地就广石投降 更是让黄毛一下子就乐了 这小子简直比他还要人渣 可正当他打算走过去时 却不料下一秒 原来男主早已在此地布下了陷阱 而地面则是用圣剑伪装的 等他触碰的瞬间就会变软 这圣剑还真是被男主给玩出了花样 一晃便是一天过去 男主等人成功拿到了讨伐恶魔的报仇 可不料反手却又被伤人给拿走了 原来尤娜还欠了对方一把魔杖 并且还被恶魔给融化掉了 这导致最后反而还欠了一屁不宅 不过男主却没有放弃 他决定去王都里找国王药 而值得一提的是